你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不会放过 魏家的任何一个人 可子俊他还是个孩子呀 那些人会因为他是个孩子 就放过他吗 天赵 你就去吧 娘求你了 就算你替子俊着想 也不能冒这个险哪 娘的老命可以不要 可 可子俊他还小 他可不能出事啊 娘 你这是干什么 你不是不去吗 你不去天一亮 我就带着子俊走 离开这个家再也不回来了 我也要劝你爹一起离开 离开这个家 离开这个被你作奸的 不成样子的家 娘 天赵 难不成要我们一家 四口抱在一起等死吗 我就是豁出去这条老命 我也不能让子俊 跟这一块儿遭殃 好 我去 可我告诉你们 我和那个野种的仗 绝不会就这么算了 天赵 天赵 别忘了 把字句拿回来 你不是说字句没用吗 那是对你 对他 那就是把柄 这 天赵兄弟啊 这次多亏你帮忙了 以后啊 当哥哥的 绝不会亏待的 还有一件事 对呀 就是 这 没问题 快点 别动 别动 雷哥 是长盛庄的人 爷 是雷哥 哎呦 哎呦 雷哥呀 哎呀呀罪过罪过 真是罪过 我不知道雷哥 已经到了我们镇上 居然没去迎接 这 雷哥 我这次来 本来也没打算惊动你 就是来看看我天夕兄弟 你不知道不算罪过 可现在 你唱的又是哪一出啊 这误会 这这误会了 这真是误会了 这我 我厂子里边 有一个黑了钱的伙计 这我得到消息 说说他藏这儿来了 我我我 是是是 怎么回事 怎么办的事 我我我的错 我的错是想为打得清楚 走 为打得清楚 滚滚滚滚 滚滚滚 滚滚滚 老长 长能耐了 别挤瞎话嘞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雷哥 这 实 实不相反 今天我们是找魏爷 说 说点事 天夕兄弟 跟我是过命的交集 不知道他怎么不小心 得罪了长爷您呢 雷哥 您 您这么说可折死我了 这这 您 您的兄弟 我们没好好伺候 没好好巴结 哪儿还敢说什么这 这 这话倒是 在我的地盘上 天夕兄弟要是有了闪事 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啊 雷哥 这 我有眼无珠 不知道魏爷和 长爷 咱们在镇上面对面开这生意 有什么急事 非得跟到这儿来才能办妥 魏天赵 是 是 是 就是魏天赵那个王八蛋 要不是受了他的挑唆 我们哪敢跟西爷您作对啊 千错万错都是魏天赵的错 西爷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可千万别怪罪我们 小赵 做错了事情就得认 所以说是魏天赵使唤 谁得怪咱们看人不张眼 天夕兄弟 这个魏天赵 是你的仇家吗 不是 是兄弟 兄弟 今天他让老长这样 来跟你打招呼 这可不像是兄弟之间的事啊 我自会处理 雷哥 没有 我有时间走一步 好 后会有期 告辞 老长啊 你们门下的规矩 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得罪了兄弟 说两句认错的话就算了了 什么 天夕兄弟 这回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正准备送他一份厚礼 看来这份厚礼 得你老长准备了 您的意思是 我不管那个魏天赵是什么人 我只是不想天夕兄弟 再被他打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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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夕 怎么 看到我活着回来 感到很奇怪 这 不奇怪 那你是知道 我是来找你儿子的 他在哪儿 天夕 告诉我他在哪儿 魏天赵在哪儿 他想杀我 好 来呀 蠢过废物 有这么个废物儿子 我都听你感到害臊 七年前 我就站在他枪口下 让他来杀我 他就是不敢 现在 他连一个人来找我的胆量都没有 害愚蠢地想找长夜来杀我 他要是稍微动动脑子 就会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 他是不是非要让魏家 彻底毁在他手里 才会觉得舒坦 你说什么 魏家 你首先考虑到的是魏家 爷 该死的 这个魏天夕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连雷老大 都跟他称兄道弟 爷 那雷哥吩咐的事 当然要做 长夜 你们下手了吗 还没有 怎么 长夜 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说 其实我心里都明白 你要是不回来 你要是不回来 魏家就已经垮了 我对你不是没有感激的 谁用你感激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 不管你自己怎么说 你对现在的魏家是有恩的 至于天赵自己做的事情 该由他自己去了断 事后你想怎么处置他 我也都不会拦着 他已经去赌场了 找长夜去了 你改变主意倒挺快啊 好 我也不是靠这一个厂子混饭吃 饭不着 为了你杀人 你走吧 你 那 那我给您写那张 不 不是我信不过您 小周 拿给他 是 谢谢 谢谢 谢谢张爷 送客 请吧 赵爷 去 请吧 跟上 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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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天赵 你不能死 我要你活着 去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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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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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门 救人呐 找找什么呢 这 这是 还愣着干什么 快救人呐 还没回来吗 这都一个晚上了 怎么还没回来啊 你别着急 老丁又出去找去了 你好糊涂啊 你怎么能把赵儿去赌场的事 告诉天兮呢 他是不会放过天赵的 书记 不会有事的 不会有事的啊 那个讨债鬼 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呀 赵儿 这是怎么了呀 赵儿 眨开眼睛啊 赵儿 跟娘说句话呀 赵儿 赵儿 我的娇儿 我的娇儿 是你 是你干的 是你把他杀了 你知道他去了赌场 我要杀了你 书记 你杀了我儿子 我要让你查命 书记 你把我儿子还给我 书记 他把赵儿给杀了 我要让他查命 书记 事情还没搞清楚 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已经在镇上 定了棺材和兽医 下午就送你 来 阿京 帮着艾淑料理好事 是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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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赵死了 天赵死了 是吗 听说是被人杀死的 凶手找到了吗 好像卫府的人 并没有去报关 而且 是天西把天赵的尸体 送回家的 他们俩从小就相互 把对方视为仇人 现在终于有一个倒下了 不知道天西心里会怎么想 对方 真替二叔二婶感到遗憾 倩蓉死了 现在天赵又走了 他们心里肯定会很难过 难过 是啊 谁失去自己的亲人会不难过呢 既然是亲人 你是不是应该回去一趟 替天赵送行 也看看二叔二婶他们 我不想去 我知道 你不喜欢天赵 他以前做了一些 让你不能原谅的事 可是他已经死了 就算你认为他罪有应得 现在他也得到报应了 就当是回去看看 九位联系的亲人长辈 也是应该的 我会陪你一起去的 我知道有些话 隔了这么多年 你不好对二叔二婶他们说 我会听你说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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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任意啊 我刚才好像是做了个梦 梦见赵儿 奶奶 爷爷说爹死了 不是梦 天夕真把赵儿害死了 淑琴 不是天夕害死的天赵 是赌场常老板那帮人 二星刚才还说 是天夕背着天赵送到了医馆 可还是晚了 他身边那个恶鬼的话 你也信 就是他害的 是他 淑琴你听我说 如果是天夕害了天赵 天赵 为什么他还会把天赵给送回来 为什么他偏偏要等到今天 自从乾蓉死 我这心就凉了一般 死了一半呢 可那时候我还有赵儿 现在赵儿也不在了 我的心就全空了 全空了 可是我们还有子俊 子俊就是我们全部的希望 我们一定要把子俊好好养大 子俊 奶奶 你别哭了 别哭 我也不哭了 小姐 小姐 这是你七年来第一次回家 是吗 我们进去吧 听说 怎么没见二叔他们 二太太生病了 二老爷在照顾他 一切 叔妹我们去看看二神吧 孤爷 要不你先陪小姐 到偏厅休息一下吧 也好 那我们过去吧 这么多年没进过家门了 没想到再回来 就是给魏天赵送行 楚夫人 我倒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跟魏天赵 感情这么好了 还特意为了他跑这一趟 要不然 我还以为你是专程来看我的呢 来看看你也是应该的 毕竟你们俩也还是兄妹 楚先生 你一向很大度 又光明磊落 跟你一比我还真是个小人了 天西 咱们走 舒曼 去看看二叔二婶他们 楚先生 我还有几句话要跟楚夫人讲 你不会介意先在外面等一下吧 温婆 爹 好 楚曼 我在外面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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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能说服你自己的理由 一个能说服你自己的理由 回到府里来 其实 你是特意来看我的对不对 你错了 是文普劝我来的 是文普劝我来的 那我真应该好好谢谢他 又让我见到你 不过这个时候他站在门外等你 一定会很后悔 不 是我后悔 当我走进这个院子 所有的记忆都回来的时候 我只感到心痛 可我还是回来了 我要报仇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你已经做到了 你觉得快乐吗 不会的 你不会快乐 因为我也一样 这些年来 我天天都在诅咒为天照 我巴不得他就死在我眼前 现在 这一天终于来了 可我却突然觉得 很没有意思 我用了那么大的力气去恨他 可原来他的死 并不能改变什么 也不能够让我得到解脱 不 我跟你不同 我痛快得很 看到仇人的死 我可不会觉得没意思 不过要一点你说对了 我不快乐 因为 你知道我最想拿回的是什么 就算为天照死了 就算为家全归了我 也弥补不了我失去你的力 别说了 若曼 跟我走 我不要保重 不要什么卫家的财产 只要你 你 跟我走 我们离开这里 走得远远的 不 我不能 你怕什么 现在的我已经不一样了 我不会让你再跟着我赤骨 不会再让你 因为跟我在一起而抬不起头了 可我现在在意的 是什么 我不能 我不能够离开温朴 我不能够丢下他不管 你 书曼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 我能活下来 因为 在我心里 一直有一个希望 可就在刚才 你已经不能离开温朴 就把这么多年来支撑我熬下来的 纪念机的犯罪 天夕 有很多事 已经发生了 就没有回头路可见 别跟我说这些 我不想听 你 我既然回来了 就绝不会放过你 不要逼我 不要再逼我了 不要再逼我 二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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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自聚小少爷不见了 我找了半天没找仇人哪 叔叔 你看呀 这个小乌龟还在动呢 爷爷 你放了他 还是你最聪明 知道该上什么地方找他 有时我想 在这个府里真正了解我的人是你 你放了子俊 让他跟我走 走 去哪儿 我想起来了 今天是他爹出殡的日子 按道理 当儿子的应该给爹送葬才是 不然 就是大不孝了 可他 就因为是魏天赵的儿子 不能去天息 你忘记了吗 当年就是在那里 我被你儿子和那帮走狗绑起来 打得半死 就是因为他不想让我给我爹送葬 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你们都走了 就剩下我一个 没人找过我 不想他 还有人来找 子俊 我真羡慕你啊 叔叔什么叫羡慕 你恨天赵 可他已经死了 这笔账 算不到子俊头上 那我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那个蠢货 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走了 走得那么突然 那么窝囊 那么让我觉得不痛快 要知道 我的报复才刚刚开始 我根本就不想让他死 我要让他活着 我这让我折磨 让我恨 你害怕失去恨的目标 就像你害怕报复不了 你就没法活下去一样 你错了 我试着爱过 可就是 爱不了 所以你选择了恨 我知道 你心里爱着舒满 她曾经是你人生的希望 可她现在成了别人的弃子 你心里就只剩下了恨 天心 当年的事情 我没有忘记 天照怎么对你的 这一切我都替你记着呢 你没能给你爹送葬 这笔账 我也都一直替你算着 可又能怎么样呢 一切都晚了 太晚了 爷爷 你别难过 爷爷不难过 爷爷不难过 走 跟爷爷走 送你爹去 叔叔 你去吗 叔叔 你去吗 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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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俊少爷 奶奶好些了没有啊 奶奶在睡觉 来 给我吧 子俊少爷 老奴有话跟你说 你要记住 你爹是被魏天夕害死的 等你长大 一定要替你爹报仇 真的是叔叔害死我爹的吗 对 对 就是他 还有 还有这个家的一切 本来都是你的 也都被他抢走了 等你长大了 一定要把他夺回来 替你爹把他夺回来 为什么叔叔要害死我爹 因为他恨咱卫府的人 你奶奶说过了 他是到咱卫府讨债的 丁爷爷 我还是不明白 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只要你记住老奴的话 我是老了 不中用了 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就会守着你 等着看你报仇 你一定要有出息 老奴就盼着这一天了 丁爷爷 这不是我奶奶吗 对 爷爷 这是你吧 对 这是 爹吧 对 爷爷 这是谁呀 她是你倩蓉姑姑 倩蓉姑姑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 她在你出生那天 就走了 她去哪儿了呢 还会回来吗 她去了很远的地方 永远回不来了 我知道了 她也像我爹一样 死了 丁爷爷说 叔叔恨我 我不信 叔叔救过我 他要是恨我 为什么要救我呢 你是对的 天夕叔叔他并不恨你 他只是想恨你 为什么 因为他失去的太多了 他觉得恨这里的每一个人 就能找回他自己失去的东西 可是他想错了 总有一天 他会明白的 明白了 他会改吗 会的 知错就改 还是个好孩子 这是您教我的呀 爷爷 我爹小时候真好看 你看 你跟你爹长得像 不像 我跟爷爷最像 哪像 鼻子像 耳朵像 可我没有找胡子 胡子不像 奶奶奶奶 你看我给您打什么来了 什么呀 奶奶你看 这上面有你 这是倩蓉姑姑对吧 爷爷说 倩蓉姑姑可乖可听话了 要是倩蓉姑姑还活着就好了 就可以带我出去玩了 奶奶你哭了 你是想我爹跟我倩蓉姑姑了吧 远翊姑姑 你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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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娘儿 问我 你问你 义 beginner 林义 你问我 义 beginner 你问我 怎么问你 义硬 就你问我 知道吗 你问我 你问你 我答应気 自己要问我 去吧 你问我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在这里让爱继续 永远珍惜 正义的爱着你 如果有明天 明天你在哪里 永远珍惜 正义的爱着你 时间停在这里 让爱继续 耳边那声呼唤 是不是你 永远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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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珍惜